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這邊SUM徐全汽車 今天跟 真心為您把關 SUM里程保證 我承諾 跟大家介紹這一台是這個超級超值的一部車 這是一台2015年1月出廠的納茲捷S5 這一台是這個1.8的版本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台車呢 它的外觀顧得很新很漂亮 2015年到現在差不多九年車 那這個設計到現在來看呢 其實也還很好看 並不會覺得退流型或老氣 那這部車的外觀都很漂亮 然後車子都停室內 大燈都沒有泛黃 大燈一樣晶瑩剔透都沒泛黃 整體都被照顧得非常的好 這個室內車庫車 那這台車真的很超值 這個九年的車領 那搭配它這個10多萬的售價 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這個10多萬 基本上你現在要買到這個 2009年 2009 2010的 ARTIS 都還很困難 還不見得 買得到車礦 好的 那這台車礦一等一的磅 都停車庫 然後呢 跑的也不多 然後原版件 沒撞過的 有認證 那這部車呢 也可以做這個保固一年 五大系統的保固 保固一年 那這個車配備也很不錯 還有LED的尾燈 那剛剛頭燈也有這個日行燈 LED日行燈 S5 Turbo 是屬於這個S5小改款後的版本 不是頭批的 其實火山率這一批好很多 這個這一批的S5開始呢 基本上沒什麼問題 火山率就跟U6一樣棒 那也不會特別耗油 就一般1800cc車子的油耗 那這樣倒一圈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外觀啊 非常的漂亮 典雅 然後也顧得很好 整體的設計啊 也很有型 頭燈 然後日行燈 這些都原廠的 那這部車是屬於比較高配版的 還有這一個天窗 以及這個Side View的鏡頭 那接下來我們帶大家看到車子的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車子裡面 一部車沒有在顧 其實看內裝就很清楚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九年車可以顧成這個樣子 內裝這麼漂亮 沒什麼太多餘的使用痕跡 這個車主真的是有在顧車照顧油家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後面 後座一樣很新 也沒什麼太多餘的使用痕跡 那這部車的後座空間非常大 他的後座這邊呢 這個前排椅子做彎虎的 其實他的那個乘坐空間非常大 那現在前面是小編屋 是我的駕駛空間 那我坐進去之後 我現在也是沒有坐很躺 那我坐進去之後 你看這邊還有一個拳頭 兩個拳頭 三個拳頭 到底有三個拳頭的距離 那我們公司店長身高180多公分 那他的駕駛座位移到我來坐後座 我一樣也還有兩個拳頭的距離 這部車的後座空間非常的寬敞 大家也可以看到後座也是顧得非常的新 非常的漂亮 那中間有這個中央扶手 我配上自備一架 這部車天窗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車的內裝很新 真的很漂亮 很不錯 那接下來我們從另外一邊看 一樣內裝一樣很新很漂亮 門板也都很新 副駕一樣也是 門板也都是很新很漂亮的 內裝座椅 OK話不多說 我們現在看到車子裡面發動 那右側的side view鏡頭 我們現在就發動給大家看 發動也是一觸即發 那有這個HUD的抬頭顯示器 那這部車呢 9年車只跑了13萬公里 130677公里 算是屬於這個少跑的車了 跑的不多 那原廠的 HUD的抬頭顯示器 那駕駛座這邊呢 可以自動選擇起幣 要不要開關 在方向盤的這邊 有一個快捷鍵 那預設就是打開了 發動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升起來 很有科技感 全液晶的儀表 在那個年代就有這樣的設計 它是很有前瞻的設計 那接下來我們在 那它發動的時候 也會有個滿好看的動畫 那我們在表演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現在先熄火 熄火它就快速縮進去 那接下來我們現在在發動 它的動作就會自動的升起放下 那這邊呢也會有一個 這邊我帶大家熄火一次 那我們現在在發動 我們先過店門那裡 看這個動畫 很漂亮 有一個迎賓的動畫 感覺很有科技感 發動就是一觸即發 那這個原廠方向盤 剛才方向盤也是顧得很漂亮 看很好 那原廠這個音響快播 以及這邊這個定速的系統 那後照鏡的電動收折 那有支援鎖車自動收 然後解鎖自動開 然後以及這邊的一些 頭燈的高低角度調整 液晶表的亮度 以及里程的電腦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這邊 這邊有這個原廠的主機 那原廠主機基本上 基本的影音功能都沒問題 那也有這個原廠的導航 那也有像行車診斷 還有一些安全設定的功能 那都是全中文觸控介面 那這個車的side view 就是它的左右鏡頭 各有一顆這個 這個後這個鏡頭 左右的後視鏡各有一顆鏡頭 那我不管打哪邊的方向燈 它就會馬上顯示 我像我現在打左側 它就會顯示左側的方向那個鏡頭給我看 那我打右側 它就會顯示右邊給我看 左側 右側 那基本上呢 你轉彎的時候看這個畫面就可以了 因為這個畫面比後照鏡更明顯 那我覺得這個功能比那個藍牙 我覺得這個功能比藍牙的 不是藍牙 我覺得這個功能比盲點偵測亮一顆橘燈在鏡片 或是A柱上面還要好 因為像我自己開的車 B&W有這個盲點 那有時候它盲點亮橘燈了 我要彎的時候我還是要確認一下說 我的盲區到底是盲區的哪邊有車 是汽車摩托車 那到底在哪裡 我還是要稍微找一下 那這個車就都不用了 直接一個鏡頭就是秀畫面給你看了 而且這個鏡頭也還很清晰 基本上看後面的一覽無遺 我覺得這個設計比盲點偵測好好好多 要不然盲點偵測我亮一個橘燈 我還是要稍微看一下後照鏡 我的盲區在哪 我還是要小心 那這個打下去就是一覽無遺的 我覺得非常的棒 那當然基本的倒車顯影也一定是有的 也有倒車顯影的功能 這也都是原廠的所以非常的準 那接下來是恆溫空調的系統 恆溫空調 然後以及最特別的是這個車 在那個年代這樣的中型房車就有這個 EPB的電子手煞車這個設計真的很很棒 非常的好 那這個真的很方便一個東西 很有科技感 壓一下就解除 拉一下就是鎖緊 那錄低檔之後系三全帶 青彩油門就自動解 我覺得這電子手煞車很棒 那也有原廠的電動天窗 這個車真的配備滿滿了 不到10年的車齡 1800cc省油省碎 油耗也漂亮 然後妥善率也其實沒什麼問題 這妥善率也是很高的一台車 就我們經驗 其實那自己的妥善率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差 沒有網路上說的這樣 大部分都是在說M7U7號油而已 其實U6S5妥善率不錯 油耗也不差 那這個車過這麼新 10年車 那接下來帶大家看一下後車廂 那看後車廂之前我們先到後座跟大家介紹一下 後座有這個六四分離的系統 這邊稍微拉一下就可以起來 有六四分離傾倒的後座 非常的方便 那這是它的後車廂空間 很深很大 那以及這邊 一樣喔 這邊拉一下就可以傾倒 非常的輕鬆 OK 那麼今天就介紹到這邊 這是一台這個2015年1月出廠的 那智捷S5 Turbo小改款的版本 1800CC省省省稅 妥善率又棒 代付車最佳選擇超級超值 不到10年車一台只賣你十幾萬 而且原版件無事故 棒 歡迎有喜歡的觀眾朋友實際預約來電賞車試駕 實車絕對比現場看 實車絕對比看照片跟這支影片還要滿意 謝謝大家 謝謝 實在就是SUM